手游酷玩 射到我之后 也是判断我失败 所以这地方先把这个人射到 然后再回头射这个人 一枪开口 没有关系 这地方咋说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射击 因为这也只属于一个射击类的运动 射击是一个 目前来说 是一个正规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 射击最早起源于 狩猎和军事活动 就是比如说 其实很简单 大家自己想 就是我古代的帝王 出门狩猎 就得一个 把森林区所有的什么老虎 这种东西都清掉 就留下一些什么鹿啊 野兔啊 什么天上飞的鹰啊 这种 然后 供贵族和帝王们取乐 这就是最早的这种设计活动 因为动物它基本上 你要是给它圈养 它不反击你 所以说你只需要稳定的 去捕捉到它 然后拿弓箭去设计它 就可以了 那这地方 我刚开始没怎么明白啊 我刚开始调各种角度 我发现我打不了这个人 后来我发现个事 先卖个管子 这边判断我失败了 我刚开始就在想 我说我这里受不了这个人 我怎么办呢 然后我到最后没想明白 我发现啊 最后我发现个事 可能 一直我们扮演的 就是一个绿色的 这么一个场景 所以说 这把打的 可能是我们自己 但是我也不敢实验 你看看我上面那个生命条 已经快要没了 我基本上再失败一把 应该就是结束了 但是我后来 想了想 也不太确定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因为万一它判断的 真的不是涉及我自己啊 那我基本上 这第二大整关 就得从头再来了 有点亏 所以说还是迟迟没敢下手 后来 我是怎么劝服我自己 男人对自己下手 就要狠一点 这个就成功的 劝服了自己啊 那这里面其实 刚才我选择各种角度 我发现个事啊 就是我怎么选择角度 我都瞄不准 这个最里边 就是最外头这个人 所以说 不如简单一点啊 就是大家 直接先把这个干抢 拿抢的打掉 因为右边那个人 反正也不拿抢啊 就无所谓了 我国在这个 就是奥运会上 这个设计场景 也是非常的令人瞩目 好像已经拿过 十多块金牌了 也是奥运建人们 也是没少下这个工作 因为我感觉 长期握这个墙 对于手的负担 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现在 我们都上过学 长期握笔啊 就给我带来了 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自从不上学 就不工作以后 再也没用过笔 这是整天 就是一次笔都没用过 基本上除了什么 去银行 退卡 办个 就签个字用笔之外 就再也没用过这个笔了 这边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一枪 给那个全干出完 这边干不出完 可就尴尬了 这我还得一个一个打嘛 不至于啊 就直接一枪全部带走 那今天给大家带的 这个游戏呢 叫做开枪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铺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铺玩的 其他游戏视频 本期视频到这里 插段就要结束了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